阿和過世之後 紳士被起底 原來王品集團總裁戴勝義 曾經是他的老闆 但是是後來被送到台中 才成了高人氣的動物明星 阿和 阿和 小朋友們在柵欄前大聲呼喊 就是要吸引阿和的注意 這是河馬阿和生前的可愛模樣 河馬阿和歷經兩次重衰 內臟胃疑突然猝死 被民眾起底阿和聲勢 其實阿和12年前 住在高雄的大非洲動物園裡 阿和一堆穿蚵子 我怕腳踏車燒蚵 睡著就對了 睡著 回憶起小時候的阿和 飼養員充滿笑容 因為他從小就喜歡跟人撒嬌 隔一公尺有放一些食物 然後他吃完就往前面走 吃完就往前面走 然後就走到裡面去了 蜥蜴 鸚鵡 各種動物 高雄大非洲動物園 當時吸引不少遊客入園 和動物們一起拍照 而1995年河馬阿和 原本住在高雄大非洲動物園裡 但2001年因為經營不善倒閉 阿和被送到台中 天馬牧場照顧 住在大非洲動物園時 阿和叫做多多 而他的前老闆 正是王品集團總裁戴勝義 因為摔傷阿和成為全台高人氣動物明星 更有人幫他成立粉絲團 但阿和因為重衰過勢 讓不少民眾好傷心 記者梁家文 王一超 卓維茲 台中高雄 採訪報導 阿和